你没发现吗 这是摩尹龙卡住了 卡住了 嗯 没错 呃 我看他飞得挺欢的呀 不是那种不能动的卡住了 我是指他的机制卡住了 正常的摩尹龙在飞了一会儿之后 就会回到鸡坛休息 那个时候就是玩家攻击摩尹龙的绝佳时机 但是现在你看 这只摩尹龙根本就不带休息的 呃 好像确实是这样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 反正我都是用弓箭攻击它 影响不到我 哦 是吗 那如果你身上的剑又光了呢 我去 你说得有道理啊 万一剑又光了 咱们喜不如拿它没办法了 哎 怎么办小月 嘿嘿 咻 哎呦 从 谁 谁敢攻击全世界最英俊潇洒勇敢无敌大呀 哦 小月 你干什么呢 嘿嘿嘿 我准吧 我这么远都能射到你 要说剑术 我看你还是靠边站吧 哦 你的意思是想跟我比划比划 哎 比划就比划 谁怕谁 停停停停 你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了吗 醒醒啊呀 你自己说的来比一比 别慌啊小月 错了错了错了 哎呀 现在谁才是射箭朵 哎呀 小月你就承认吧 还给我比箭术 兴兴棋干跟浩月争辉 你给你的弓箭过去吧 哎呀 坏了坏了小伙伴们 好像一不小心上头了 干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了 好箭 哇 妙啊妙啊 这几件我仿佛看到了远古时代 金屋被射下来的壮观情景 哎小月 你老实说 你祖禅是不是信后啊 哪聊快点呆着去 你以为这种小伎俩能讨好我们 讨好 怎么会 我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哪来的讨好的说法 哦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芒 即使天上有十个太阳 也没有你要眼 就算 你再说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来 墨影龙已经没什么写了 把弓箭给你 人头又让给你好了 啊 小月 别一鸟了 哎呀 你真的是 我知道这段故事已经迎来结尾了 你肯定有很多想说的话 但是那又怎么样 以后的故事我都会陪你一起 这些话 你就留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吧 有道理 好了 最后一件 嘿嘿 解决了 这个墨影龙也不还个手 哎 小伙伴们 我们终于是走到了旅途的终点 这一路上经历了开心的事 也经历过悲伤的事 咱们一起见证了从一无所有 到最后击败墨影龙 现在不还是一无所有吗 呸 你懂什么啊 我们只要有小伙伴们的支持就够了 哦 那龙蛋可就归我了 哎 等等等等 让我来 把龙蛋下面挖空 然后放一个火把 让龙蛋掉到火把上 就能把龙蛋给变成可失去的状态 就像这样 嗯 好了啊 龙蛋也收集到了 该回家咯 好了 小伯伴 那咱们就下一个故事见咯